糖尿病患者为了要掌握血糖的变化 应该都有过拿细针戳手指检测血糖的经验 其实这种侵入性的过程很多人都很排斥 现在有业者引进了非侵入性的血糖机 只要把手指放在电极金属片上 不用扎针一分钟之内就能够测出血糖值 非常方便 只要把手放到血糖机上 细针一戳手指头马上渗出血来 就可以进行血糖检测 这是传统的血糖机 有许多糖尿病患 为了监控自己血糖的变化 每天手指都要至少留血两三次 以确保自己的身体状况 用刺针大部分是刺那个手指头 刺破血管拿到那个微血管血 因为为了那个指头痛 他就不太愿意在指头上扎血 现在就有业者引进德国研发的 非侵入性血糖机 不用刺指头也不用滴血 只要将手指放进仪器内 透过电极金属片的侦测 大约30至45秒之间 就能马上知道自己的血糖值 藉由一个非侵入性 就可以达到监测血糖的一个效果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个事实上是 世界突破上面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那对于病人 他整个整体的这种检验上面来说的话 还有居家的生活品质 也会有非常高的一个帮助 新型血糖机还可以跟云端连线 包括血压心跳等数据 都能一并获得 真的很方便 但医师也提醒 无论在家使用哪一种血糖机 每三个月还是应该带到医院核对相关数据 才能确保血糖数值的正确性 有点TV 陈婷宇 陈佑萱台北报道